而且你還有能力 有能力把他那個 把他說服 像我社交是零 我超級不會講話 我講出來就是 你會加入啊 然後我不會講其他的 表達能力是零 沒有 如果表達能力是零 應該是那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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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走了 大家好 我是周浩蟹 防呆戰甲這個系列主要是製作一系列的新手教學攻略影片 希望可以在這裡解決新手 或者甚至可能是老手也會遇到但是顯而易見的問題 我希望可以教新手怎麼認識這款遊戲 怎麼操作這款遊戲 到最後怎麼享受這款遊戲 上一集我們介紹了基本任務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介紹一下集團與聲望系統了 這兩個東西會放在一起講 是因為近期WARF有許多大型更新 都跟集團與聲望系統有關 而且都在滿前面的關卡就會出現 如果新手先弄懂的話就會比較好上手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先認識一下什麼是集團 集團大概分幾種啦 那首先我們可以先在傳劍的左前方呢 找到一個控制面板 這個面板一打開呢就會顯示六個集團 那各自會有各自彼此的關係 以中蘇蘇打為例的話 他就與均衡仲裁為同盟關係 與血色面紗為對立關係 與新世間為仇敵關係 那同樣的新世間對蘇打也會是仇敵關係 以此類推 當你在這個集團獲得某些聲望之後呢 同盟關係就會加成50% 對立關係會減少50% 仇敵關係則減少100% 意思是說如果我今天在中蘇蘇打獲得100點的聲望 那我在均衡仲裁者也會獲得50點的聲望 在血色面紗則會減少50點 在新世間則會減少100點 因此不用妄想去討好每一個集團 專注在自己喜歡的集團內 並努力賺取聲望 再用聲望去換取物品 這就是集團最主要的概念 那當然你會想如果我今天要的東西 在敵對陣營手上怎麼辦 沒有關係 這類東西大部分都是可以交易的 所以通常你會在交易頻道 或是在WFM上面看到有人在聲望換取東西 其實就是在換這6間集團的東西啦 那就如同剛剛所說 我們集團會與另外一個集團友好 兩個集團對立 所以通常會形成2對3的狀況 那很明顯就是有一個會被孤立 因此實際上大部分的人都會一次參加3個集團 就是所謂的3對3 因為在以前集團的頁面其實是橫式的 那是從左邊數過來分別是鋼鐵防線 均衡仲裁者 中蘇蘇打 血色面紗 配藍術裂與新世間 那通常為了方便 大部分的人就會變成鋼鐵防線 均衡仲裁者與中蘇蘇打 或者是血色面紗 配藍術裂與新世間 那就是大家所謂的左3或是右3 雖然到現在界面已經改變了 但這個習慣還是流傳到現在 那你要在這次集團中取得聲望 其實很簡單 首先你要選擇一個集團 那別忘了考慮對立關係 接著加入這個集團 然後你就會獲得這個集團的文章 把集團文章貼在戰甲的正面或是背面 那要注意你同時只能上一個集團文章 貼上這個文章之後 你出任何的任務就代表了該集團 那也會獲得該集團的聲望 集團文章其實不只有一種 越高階的集團文章 就會越高的聲望加成 當然你爬得越高 你的敵對集團也會越討厭你 當敵對集團的聲望低落到一定程度之後 敵對集團就會派他們的著弱者獵殺小隊 來亂入你的任務 當然是不會每一場都出來 但是有機率會出現就是了 老實說新手不需要擔心這個突發事件 那就只是有人來打你 然後人變多了這樣子 你可以嘗試擊殺他們 或者就是不要理他 或是直接任務重來都沒關係 那如果你擊殺這些著弱者 就會有機率掉落著弱者的魅影藍圖 不過這個就之後再講吧 總之新手最少接觸這些東西其實越好 因為聲望這種東西其實是今年累月堆積出來的 但如果你一時想要其實有時候甚至會不夠 那新手要記得 聲望這種東西是會滿出來的 每一階都會有每一階可容納的聲望 除非你進階到下一階或是把聲望兌換 否則聲望撐到底就不會再增加了 也不會有補償 因此如果你短時間內無法升階 你就把聲望換掉 反正就至少拿點東西走 集團聲望其實並不會影響你進行系列任務 或是功能性跟PC的進行 也就是說只要走出集團系統 其實大家都是好朋友啦 所以新手其實也不用太過擔心 那集團內的聲望呢 能換到的東西大部分就是 某些特定的著日者魅影藍圖 遺物或是某些飛行系的部件 某些武器或是戰甲的集團強化卡 集團專屬武器 攝影棚場景還有表情動作 除了我們目前看到的集團以外 其實還有非常非常多的集團 只是這些集團大部分都是中立派系 比較像是任務內NPC的感覺 那我們就來詳細的介紹一下 每一個開放世界都會有一個表聲望跟一個理聲望 表聲望通常是站在外面閒晃 就是可能等午餐或是發薪水的那種 那理聲望通常你要過至少就是 系列任務內戰才有辦法接觸或是解鎖的聲望系統 開放世界的表聲望通常是以交易當地物資 或者是賞金任務取得 而表聲望換到的東西大部分就是 就是當地的自定義武器 礦石或是魚耳 那自定義近戰就在地球 主副武器在金星或是火威爾 自定義ArcWin 不過我自己其實不推薦新手 我一開始就往這邊轉 只是希望你們有初步的了解就可以了 偶爾你就可以來這些地方挖挖礦或是釣釣魚 那再更無聊一點點你就去跑賞金吧 除了這幾個地方以外 中繼戰也是有聲望系統的 分別是中蘇Semaris跟五行秘遺 那中蘇Semaris的聲望呢 必須完成系列任務心秘謎團才可以解鎖 那裡面大部分就是賣一些守護的強化MOD 兩把集團專屬武器以及幻影裝置的鑰匙 那幻影裝置就相當於實驗室啦 我想大部分的人應該會看過某些人 就砲在裡面可以砲一整天喔 就只是在這邊測試武器的強度 手感傷害戰甲技能之類的 都在這邊測試喔 除此之外 Semaris還會販賣你在系列任務內 拿到的任何物品 包含戰甲的藍圖、MOD、武器等等 都可以在這裡用聲望換到 那如果你不小心把這些東西賣掉的話 就用聲望買回來吧 至於五行秘遺 則是一位Teshan大叔舉辦玩家對戰的地方 那賣的東西我也是玩家對戰會用到的 那我這邊就不多做介紹 最後我們來介紹一個非常獨特的聲望系統 叫做午夜電波 你可以在登陸艇與軌道飛行器 銜接處的右邊看到午夜電波 午夜電波的聲望 必須完成指定的每日任務 或每週任務來獲得 當電波聲望滿了之後只會拿到電波獎勵 也就可以拿到相對應的報酬 一般來說 午夜電波會有30個一般獎勵 跟30個追加獎勵 一般獎勵就是你可以看到 1等到30等的這些獎勵 31到60的全部都是電波幣 電波幣可以去兌換一些 只有午夜電波系統可以兌換到的東西 例如特殊的頭盔 光環MOD 改造MOD Volban 泥炭萃取物 Orakon催化技 如Orakon反應爐 雖然這些東西對新手來說算是蠻重要的 但與新手階段可能某一些任務是無法達成的 新手們可以在午夜電波的任務中 對Warframe有一些深入的認識 例如什麼是王海機甲啊 什麼是聖殿突襲啊 甚至可以當作一種查資料的方向 午夜電波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小故事 例如土星6號之狼 使徒 以及玻璃工匠 這些都是曾經出現在五夜電波的故事 不過無奈這次似乎在為下次改版做衝刺 所以就沒有額外的故事了 以上就是午夜電波的介紹 影片來到尾聲 我們新手篇也即將結束 下一集我們會為新手準備個Q&A 除了把那些零散不成一類的知識 一並告訴大家以外 新手們有任何問題也可以提出來 讓我們一起處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次再會 掰掰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的影片 9-516-416-417-417-1327 我們下一次的影片 跟我們下一次的影片 關於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